莉莉姐姐 小开心 又来到奶奶下班啊 嗯 老板 早点下班 等奶奶忙完了 我们就回家啊 好啊 你居然敢投店里的菜 我没投 这是店里不要的菜 老板没说过你可以拿吧 无论自取就是投 我这可都录着呢啊 李阿姨 你自己一个人带孙子很辛苦吧 你说我要是把这视频 发到你孙子的学校 让大家都知道 他奶奶就是个小偷 在发给老板 让老板开屏 怎么样 不不不 我不拿了 我都放过去了 你把视频删了吧 删视频啊 看我心情咯 李阿姨 去把那边的桌子收拾下来 那不是我的活啊 那你可别忘了 我手里可有你的视频 要不我现在就发了 我去 我去 我说你快点啊 磨磨叽叽的 瓜子都靠了一桌子了 李阿姨 佩佩 工资都发下来了 还给大家加了五百的高温补贴 大家记得合差一箱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谢谢老板 今天给小孙子加个汤租排骨 李阿姨 你借我两千呗 两千 这么多呀 我们家要生活啊 那你看是两千块重要呢 还是这一个月四千块的工作重要呢 可是 我 李阿姨 我就是贱 过两天我就还你 这个 我拿走了 下班 哎 佩佩 你借我那两千 什么时候还呢 我 啥时候借你钱了 哎 就是上个月发工资 你在我手里数的那两千 不是李阿姨 你是有证据 还是有借条 还是有转账记录啊 不要张口就乱说啊 今天你自己说什么 我有事先走了 李姨 怎么你一个人呢 佩佩呢 你怎么回来了 我钥匙忘拿了 回来拿钥匙 老婆 我对不起你 我想你坦白我拿了后厨不要採叶子 李姨 那些叶子本来就是要扔的 没关系 可是佩佩录了视频 她老拿视频威胁我 让我替她干活 她还说 把视频发到我孙子去消息 我不想让我孙子让人看不起 老板 你是好人 我明天干完了我就不来了 她还借了我两千不还 李姨 你先别着急 我有办法 我让你给我买的榴莲呢 我没钱 买不起 你不怕了是吧 那行 我现在就把这视频啊 发到你孙子学校 再发给老板 不搞什么呢 老板 我就说厨房怎么老丢东西嘛 原来是个小偷啊 李阿姨 你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 你太生气了 老板 这是我的手机 都摔坏了 啊 那个不好意思啊 刚才一着急就给摔了 这样 我买台新的赔给你 没事 那老板 李阿姨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啊 李阿姨 什么事情啊 就是刚刚视频里边 什么视频啊 在哪呢 老板你什么意思啊 哦对了 进监控查证 你多次偷拿后除新鲜食材 还抢走了李阿姨两千块钱 这些损失和钱就从你的公司里扣 不是老板你听我解释 你还解释什么 尊老安又是一个人的基本品德 李阿姨一个人带着孙子 本来就不容易 你还想骗他两千块钱 你以后姥姥不怕遭报应吗 不过 从下个月开始就不用来了 啊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